内房商中国恒大有两个住宅项目被内地监管部门暂停销售 当局期后又取消有关限制 恒大相关股债的跌幅收责 恒大传出被银行申请冻结财产之后 湖南省兆阳市住建局公布 暂停恒大两个住宅项目的预售许可和网签交易等 去到10月13日 所谓网签是指买卖双方签订合同之后 要到政府部门备案 避免出现一房多卖 住建局说 恒大实际销售金额和进入监管账户金额不负 涉嫌挪用预售资金等等 不过下午当局再发公告 恒大两个项目的预售许可和网签等 有分析仍然担心市场信心波动 恒大下半年新盘销售难以达标 这些消息来说 其实都要看回派言商 它怎样去应对 给多些信心给市场 如果不是其实这些负面因素都会对它下半年的销售有影响 其实本身宏观的层面 例如安揭那些 其实那方面销售来说都不是那么容易做 恒大去年在内地有近150个新盘开售 广东省占整体销售额大约1成2 不少港人会在大湾区置业 以兆庆为例 当地现时最少有三个恒大新盘在售 恒大三条红线虽然有一条转路 但有地产代理提醒 买楼之前都要留意有关发展商的负债水平和交楼期 恒大借款总额中有3300几亿人民币会在年代之前到期 劝商野村担心银行融资渠度减弱 恒大流动资金压力将会进一步增加 无线电视记者梁荣义不道